西红柿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蔬菜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味道鲜美 许多人喜欢在阳台上种植西红柿 享受自己自足的乐趣 但是 阳台种植西红柿也有一些技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兽粉问题 如果兽粉不成功 西红柿就无法结出果实 那么 阳台种西红柿怎么兽粉呢 下面 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阳台种西红柿的兽粉秘诀 首先 我们要了解西红柿的花结构 西红柿的花是两性花 也就是说 每朵花都有雄蕊和雌蕊 雄蕊产生花粉 雌蕊有柱头和子房 柱头接受花粉 子房发育成果实 西红柿的花粉是干燥的 需要通过蜂蜜或昆虫等外力来传播 在室外种植西红柿时 通常不需要人工兽粉 因为自然界中有足够的蜂蜜和昆虫 来帮助兽粉 但是 在阳台种植西红柿时 由于缺乏蜂蜜和昆虫 就需要我们人工来模拟兽粉的过程 其次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兽粉时间 一般来说 西红柿的花在早上9点到10点之间开放 这时花粉的活力最高 兽粉的成功率也最高 所以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行兽粉 避免在雨天或者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兽粉 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花粉的活性和柱头的敏感性 在此 我们要采用正确的兽粉方法 兽粉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用毛笔 棉签 牙签等工具 蘸取花粉 轻轻涂抹在柱头上 或者用手指轻轻拨动花絮 使花粉从花粉囊中散出 飘落在柱头上 或者用电动牙刷 电动剃须刀等振动工具 轻轻触碰花絮 使花粉从花粉囊中散出 飘落在柱头上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都要注意轻柔 避免损伤花朵 同时要尽量覆盖每朵花的柱头 提高兽粉的效率 最后 我们要适当地施肥和浇水 受粉后 为了促进西红柿的作果和生长 我们要给西红柿 施加一些适合的肥料 比如赤霉素 防洛素 番茄磷等 这些肥料可以提高 西红柿的作果率和抗病性 增加果实的品质和产量 同时 我们要根据土壤的湿度和气温的变化 适时的浇水 保持土壤的湿润 避免过干或过湿 影响西红柿的生长 总之 阳台种西红柿的兽粉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只要掌握了以上的兽粉秘诀 就可以让西红柿顺利地结出果实 让我们享受阳台种植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